连续举办15年的第15届铁马环台活动 福大师生在4号早上11点左右 经过了连续11天的环台壮举 最终站来到了淡水区的真理大学 由福大校长蓝义正带队 参与环台的70位师生跟工作人员 除了稍作短暂休息之外 更与真理大学交流 在校园当中 种下代表友谊深厚的植树活动 福人大学举办连续15年的第15届环台铁马活动 福大师生在昨天上午11点左右 经过连续11天的环台重举 最终站来到了淡水区真理大学 由福大校长带队 参与环台的70位师生及工作人员 除了在真理大学稍作短暂休息之外 更与学校交流 在校园当中种下代表友谊深厚的植树活动 铁马环台的主要的精神 就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永续的发展 能够散播到全台湾 所以我们在整个台湾从北到南 从西到东 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植树活动 包括跟我们的校友的一些企业 做植树以外 最后今天也在真理大学这边 提供跟我们真理大学的伙伴们 做一个植树的动作 然后来启动这一个永续发展 福大校长表示 环台最终站来到了真理大学 刚好里程为达到了1000公里 相当有意义 而逆时针环绕台湾沿途不只是健康运动 更拜访校友和天主教会 更具体例行静摊植树活动 让环境永续生耕和生活教育 而这一次参访团出了用餐之外 福大校长还有神父 大同大学校长 更一起与真理大学 在户外网球场种植树木 希望借由这项仪式 稳固双方的情谊 也达成三所学校 未来互会发展的承诺 刚好我们这边是最后一站 然后我们最后一站的时候 我们今年比较特别 比较隆重的一个方式 我们做一个永续的概念 所以我们来种树 希望我们三校 还有大同大学的校长 也有来这边共襄盛举 希望我们三校都可以 友好的关系 可以永续的发展下去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这边 常常可以来走走 然后我们这边种树之后 希望可以响应 更多的一些永续的话题 福大校长表示 环台天马活动 今年迈入第15年 有体育是主办 每年都得到许多师生的热烈参与 活动从辅大出发 从台湾西部绕行到东部 从北海岸再回到淡水 再到新庄 尤其是田马队 不畏连日近40度的高温 依然完成使命 而这一次直树 亲手拿着铲子将培养土 撒上白水木的绝栽上面 一同祈愿之珠良善的植物茁壮 长大辟因更多的猩猩学子 以及见证生肖的友好情谊 记得许多一弹水采访报道